你知道癌症之王是什么吗 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癌王 发病几率为百万分之十 几乎不可能完全治愈 年仅10岁的婷婷不幸患上此病 可当医生检查时发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情 病例显示早在9年前 也就是婷婷一周岁时 就已经确诊了神经母细胞瘤 上面明确写着肿瘤巨大 包裹着大量血管 淋巴结转依旧相当于癌症晚期 病情如此严重 为何拖到9年后才就医 医生百思不解 而婷婷的妈妈再次提及这件事实心痛不已 当时医生明确表示需要立马治疗 婷婷妈妈考虑到家庭的经济实力 含泪将孩子带回了家 想着好好陪她度过后续的日子 可任谁都没想到 时间一晃就过了9年 婷婷平日除了发烧感冒等小病 身体没有任何故事 9年间这个因为恶性肿瘤被父母放弃的孩子 奇迹般的从一个小婴儿 变成了一个婷婷玉利的姑娘 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 婷婷腹腔里的小肿瘤 已经由原来的7厘米增长到如今的16厘米 婷婷肚子里的小火山一直没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这简直超出了医生的想象 几年间婷婷妈妈从未放下心来 她不知道这座火山多久会爆发 会不会爆发 如果爆发婷婷还有救吗 饱受折磨的婷婷妈妈 最终决定将婷婷送到安徽省儿童医院 很快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传来 经过骨髓扫描和穿刺 得出的结果居然是良性 9年前的恶性肿瘤 神经母细胞瘤四期没有任何治疗 过了8年居然变成了良性肿瘤 婷婷一家兴奋不已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初步确定为良性后 安徽省儿童医院为婷婷进行第一次手术 长达20多分的切孔 长约15个小时的手术 形成了婷婷肚子上这道永远抹不掉的疤痕 就在众人放下心后 却被医生告知 他们只切除了肿瘤表面的部分 但好消息就是经过病理分析 确定肿瘤为良性 多年过去没有任何治疗 恶性肿瘤神经母细胞瘤退化成了良性的结细胞神经瘤 所以这孩子恰恰他就是很幸运 虽然肿瘤是体积增大了 但是呢 他恶性程度上反而降低了 可遇不可求啊 奇迹啊 但这次手术只是切掉了肿瘤表面的一部分 婷婷腹腔内的肿瘤依旧巨大 剩余部分的肿瘤会不会存在恶性的成分 就算不存在又需不需要将它摘除呢 医生们无法解决 随即请来一个大任务 这个老人是媲美中南山院士的存在 说句不过分的话 就算是中老见到他 都要尊称一生前辈 他就是中国小儿外科之父 张经哲院士已经百岁的他因为一个罕见疾病选择出山 十岁的婷婷患上有儿童癌亡之称的神经母细胞瘤 可罕见的不是疾病 而是他自发现从未治疗 九年后居然离奇好转 平日生活与正常人无异 但腹腔内有一个长达16厘米的肿瘤 就在医生们为该不该治疗困惑时 张院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做这个手术 对他有没有多大的危险 这八年活得挺好吗 需要做手术吗 为什么要做手术 连续的问题让年轻医生感到震惊 看这个孩子 八年了 没怎么变化 你估计再有八年以后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做医生的呢 我们是为病人服务 老实讲 孩子 你是为了家长服务 张院士解释后众人恍然大悟 手术并不是医生喊做就要做 而是这个病他本身需要做 还要从家庭和患者本身去考虑 肿瘤科主任王焕鸣从医二十多年 第二次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 每当看到婷婷的资料时 他说出最平凡的两个字就是男 而这个字也摆在家长面前 婷婷的左肾已经丧失功能 如果在伤及右侧肾脏 那么毫无疑问会危及生命 肿瘤就像水泥一般 将大量重要血管包裹在里面 一旦动手术就宛如包丝抽检 任何失误都可能引发大出血 从而危及生命 最让家人为难的是八年的时间里 婷婷腹部肿瘤在不停长大 这意味着她不会缩死 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又会找到什么程度 尽管婷婷身体现在没有任何不适 不代表以后没有 动手术极有可能现在就失去孩子 不动手术孩子或许能多活几年 婷婷妈妈沉默了 许久后她做出了决定 当初她放弃了孩子 这一次她不能再放弃孩子 我就想是这次的机会 我就想把她那个做了 孩子已经都输税了 给孩子一个机会 然后也给我们一个 做点压力的愧疚感 如果仅仅是为了减轻愧疚感 而选择给孩子做手术 十分不理智 医生建议婷婷妈妈理智考虑 和婷婷父亲商量一下 这毕竟不是一次手术 两次手术能做完的 可能影响一辈子 决定把她做做过 一个点 这一次我会放弃 婷婷妈妈的态度十分坚决 医生却面露难色 根据她的判断 孩子不适宜做手术 今天上手术台 明天就有可能准备后事 手术没开始 婷婷妈妈都可以随时喊停 医生在了解完家属坚定医院后 最终决定名单而上 医生都害怕做的手术 到底该不该做 从业二十多年的王医生 谈到这个手术就满脸愁容 说一句放弃的话 说一句太难了 我弄得过于大话 这话好多 可是呢 你对这个孩子 我弄得过于家庭的 不大 婷婷妈妈为了弥补八年前的遗憾 依然决然地选择手术 婷婷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对谁都是笑脸相待 距离手术开始还有一个小时 婷婷依旧活泼开朗 医生和妈妈则紧绷神经 我想做 就真正好 我想做 婷婷被推进了手术室 因为肿瘤太大 必须进行全马 为了方便抢救 医生直接在婷婷的颈内动脉 进行穿紫 预留好及时输血抢救的通脑 上午9点40 医生打开了腹腔 随之映入眼帘是大面积的结构粘连 手术刚开始就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 他们必须小心避开大血管 因为婷婷左侧肾脏已经坏死 医生决定先切除坏死肾脏 给切除肿瘤 留有更充足的空间 与此同时 婷婷父母在手术室外不停地祈祷 想起以往的点点滴滴 夫妻俩就忍不住落泪 婷婷越懂事 妈妈越愧疚 要知道9年前 她亲手放弃了女儿 却不想在没有任何治疗下 女儿活了过来 手术室内众人 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婷婷的下腔筋脉突然出血 医生紧急停手 花费一个小时才将她止住 5个小时后 婷婷的左侧肾脏被成功摘除 12个小时后手术停滞不前 大部分肿瘤被摘除 小部分包裹着血管 十分危急 高强度下医生没有把握 能毫发无损的玻璃肿瘤 15个小时后 医生最终决定终止手术 婷婷父母看着满地的肿瘤组织 心中百感焦急 难以想象 女儿婷婷顶着这个肿瘤生活了9年 现肿瘤已经切除了80% 目测有10斤左右 剩下的需要二次手术切除 婷婷妈妈一直强忍着 直到医生离开后 才跑到垃圾桶狂肚不止 因为全妈婷婷还处于昏迷中 一天后才慢慢醒来 身体恢复也不错 第二天就转入了普通病房 术后十天婷婷的病理结果出来了 原本良性的肿瘤 居然检测出一小部分恶性肿瘤 婷婷妈妈难以接受 但好在占比极低 属于恶性肿瘤里最好的那一档 暂时不用化疗 以手术为主治疗 得知婷婷不需要化疗后 父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一周后婷婷出院 等待下次手术时间 婷婷妈妈的堅持为女儿换来一线生机 希望婷婷能早日战胜病魔 加油